兩岸和解完全失敗 民主化我認為失敗了一半 民主政治弄到後來 選嫌疑的一個 他最大的致命 就是他把台灣帶到 更大的衝突的絕境 雖然你寫的就是 算是很客觀 但是對於馬英九前總統來說 其實內心或許有一些些的不舒服 尤其是對於他曾經錯失 兩岸之間可以更加的 往前進的一個方向 老師怎麼看 是啊 我對馬總統 我們是很多年的朋友 所以我也非常感謝他 讓我有機會再度為國家服務 那麼他做了很多事情都對的 都是對的 可是也就是因為有這個 人群的考量 不瞞你說 我到現在還是認為當著朋友來看 他作為一個人他是毫無疑問 他是一個 他說過了最愛國最勤奮 最誠實 最什麼你講好了 這人的來說他基本上是 沒有什麼太多缺點的 但是呢 我寫這本書的動機就是 哀嘆台灣為什麼 從一個好好的一個奇蹟 然後民主的奇蹟 這李登輝是民主先生 然後突然跌落到今天我們大家 要討論生死存亡 這三十年怎麼變的 為什麼變的 那麼三十年前我那時候 我還沒有進政府 我就覺得我們這個台灣 在做兩件大事 我非常支持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民主化 一個就是兩岸和解 那這兩個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李登輝那時候做的 可是現在呢 這兩個 一個是兩岸和解完全失敗 然後民主化我認為失敗了一半 失敗了一半 所以我要檢討這三十年的變化之後呢 我不能只檢討三個人 不談另外一個人 這個這樣子就 我覺得有失掉我的公正性 所以我最後就只好把是非 放在人情的前面 那麼但是呢 我覺得馬總統我對他 他這裡面我提了他的政績 我覺得他的政策完全對 是這個有遺憾的是那個領導統一 他的政策我列了三十項吧 這三十項裡面 你真的只一去看 我不寫在書上的話 大部分人根本都忘記了 這你就知道 就是你沒有把這個政策 深入人心的話 這個隨風而示 就是這就是馬英九那時候 他只忙著他自己的事情 他沒有曉得他要做這個 做這個一定的那個宣傳 像你今天沒有問那個 那個賴新元主委的事情 我覺得他做的也不錯 但是呢他最大的錯誤 他就是沒有進到一個 這個主委 尤其是陸委會主委 要做的宣傳解釋政策的 這件事情他沒有做到 幾乎完全沒有 在書上也有用的 幾乎完全沒有 一些的篇幅 因為馬英九跟陳水平前面的八年 你現在要轉這個彎的話 你要告訴老百姓 為什麼要轉彎 所以賴新元做的基本上就是談判 就是談判 那這個東西換句話說 假如說主委不是姓賴 姓張姓李姓王都都可以做 因為他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可是陸委會的工作 不是只有兩岸談判 還有還有宣傳 你要那外交部的這個 連戰到國際上去 我們王金平 我們在日本 我們不是講外交修兵嗎 我們在日本北海道 還設了一個新館 我們是突破外交修兵 王金平還去剪裁 這個意義賴新元 應該都要去講 那我們這個免簽那麼多 也要去講 蘇貞昌以前抱怨說 哎呀我們的這個通緝犯 犯罪跑到大陸去 變成犯罪者的天堂 蘇貞昌做不到的 馬英九上台 這些通緝犯 全部都乖乖的都抓回來了 對不對 這就是都是馬英九的成就啊 但這些成就 應該是要加大他 應該對外宣傳 要讓老百姓深 記得記得 所以賴新元就要做 他都沒有做 他只做那個廟口開講 廟口開講 我記得250場吧 五年四年250場 你算一下 一個禮拜一場好了 一個禮拜一場 沒有開講 能接觸多少人 真正的宣傳 還是大眾媒體 像中天這樣 電視媒體報紙上 不斷地interview 不斷地interview 然後讓老百姓深入 原來這個事情後面 是有一個大的那個 原來我們這樣轉 所以賴新元主要想的就是說 哎呀這個不要賠錢 台灣安全大家放心 我只要有我在 我是台聯的 我不會賣台灣 我同意 這不要賣台 可是國民黨也不會賣台啊 所以這個主委做的應該是 我不會賠錢 我還會賺錢 所以馬英九做的就是 還賺很多錢 我們的貿易也增加 我們的軍購也增加 我們的這個 但民眾對於這個部分 似乎印象不深 民眾沒有感覺 因為陸委會沒有去講 我們國安會在那邊 很急沒有用 他不講 他就嘴巴封起來 他不但不講 還叫其他的這個 副主委不去講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他 這個 不要用私質這兩個字來 太重了 就是不足的地方 不足的地方 他可以做得好 所以我就覺得說 馬英九找這個人來 就是失敗的 這個他這個角色 看守大門的角色 當然是重要 但是別人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宣傳的角色呢 就需要一個 跟你理念相同的人來做 那馬英九沒有事 他只想到防守的這一面 沒有想到你要賺錢 你要增加加分的這一部分 所以最後蔡英文上台 那就把這個重心一抹 全部都沒有了 所以陸委會主委 這個位子其實是相當的重要的 非常重要 老师怎麼看 接下來520之後 賴清德 他怎麼用這個位子 來進行跟大陸的一些 所以我們看他給誰 現在不知道他的思考是怎麼樣 他最近一兩個多月 一個多月沒講話 我完全理解 他一定忙死了 找人 現在我相信 他現在都在interview 要進政府當官的人越來越少 在馬英九 我書上寫了 馬英九時代有一個工作 我找到第四個人才願意進政府 然後這個在蔡英文的時代 有一個工作 找到第七個人才願意進政府 你就知道我們的民主政治弄到後來 選嫌疑人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第一流人才不進政府了 現在第二流可能就不進 搞不好將來是第三流都不一定了 賴清德現在更難 誰現在上這個船 誰就要頂這個風 這是一個新政府的危機 老師在書上 其實對於前三位的總統 都有一些的批判 但是我看到翻到了蔡英文之後 這一個篇章 其實我還滿驚訝的 因為你的第一句話寫的是 蔡英文是比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都成功的總統 所以很多人就說 所以你是認為 蔡英文他在控制了九成的電子媒體 而且也控制了大部分的金融機構 跟多數的學校 他是用了各種釜底抽薪的手段 把在野的國民黨弱化到 幾乎是奄奄一息的地步 這是蔡英文很成功的地方 對呀 這是他戰術成功的啦 所以他就是蔡英文的整體的哲學 就是內鬥外野鬥 內鬥國民黨 把你的黨產啊什麼的 全部拿掉 就從等於是地毯 從腳底下抽出來一樣 然後國民黨的幾個組織 就是加一個名字 富水組織把你拿掉 農田水利會拿掉 富聯會拿掉什麼什麼 就是就這樣子 然後掌控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獨立機關 這個NCC最好的例子 這個他就是 就是內部做全面的掌控 然後異己分子 政黨就是打擊不遺餘力 然後外鬥就是跟大陸鬥 所以可是他很成功就是 他內部這些手段呢 剛好又碰到國民黨 非常衰弱的時候 士氣不正 這個所以就很容易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然後然後 然後外鬥 外鬥的話運氣不錯 碰到川普上來 所以就成功 但是但是我裡面也說了 他他最大的最大的這個致命 致命將來會致命的 就是就是他把臺灣帶到了那個 那個跟大陸衝突的絕境 衝突的絕境 本來蔡英文在臺灣 破壞臺灣的政治團結 破壞臺灣的經濟 在大陸來看 都是這是你們的內政 他不會在乎 臺灣越衰弱 大陸會越高興 就是總有一天 瓜熟蒂落 我不用飛 你就掉到我的腿上來了 但是呢蔡英文在 把臺灣內部團結 經濟社會 這個都摧毀的同時 他跟美國又走那麼近 大陸就覺得被威脅了 所以這時候就變成 我非處理不可 這時候臺灣的危險就來了 所以蔡英文 他就是看到 他戰術非常成功 但是他這個美中臺 這個大戰略是錯的 就是政略錯誤 這個他的戰略 他後面的戰術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臺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臺灣知名的大學記傳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原來臨 答應 太陽星 快點 vorher 兩旅 越小 by bwd6